好 那么10号晚间8点多 吉安相发生一起 疑似因为地震所引发的火警意外 那屋主一家在听见爆炸声响之后呢 吓得逃出家门 不料在三楼的铁皮家盖屋已经是全面燃烧了 那消防队在货报是迅速的到现场 火势在10分钟之内就得到了控制 所幸没有人伤亡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呢 则还有待调查离情 浓烟不停从铁皮中窜出 从窗户还能看见零星火光 事后晚间8点多 在吉安湘明治路一处民宅 发生了火警意外 消防队员火爆后 赶紧到场布水线灌旧 庆幸的是 在屋里的三人都顺利逃出一切平安 第几块钱的邻近的四个单位 请交约25人 然后习车来到现场做一个抢救 那它是一个主动的住宅 那主要是三楼的铁皮屋 好像一次在地震后 听到一个爆炸声 然后就全面燃烧了 那手机里面的屋主 跟里面的家人 他们都已经逃出来了 在事发同时 华联近海刚好发生 疫气规模5.3的浅层地震 而整起火灾意外 一次就是因地震所引起 好在消防队员的不停灌救下 火石在10分钟就得到控制 20分钟顺利扑灭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则还有待调查厘清 记者徐立芹 捷案相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pork逆 اغ热 偕 偕